矿产摊探公司Tayton Resources发布公告 提供了在南澳大利亚 Galler Cretan的Highway项目活动的最新情况 Tayton在年中完成了一项超系土壤取样试验项目 目前所有样本结果都已返回 该调查包括1122个样本 覆盖面积约为4公里4.5公里 标称网格间距为100米和200米乘200米 公司指出 土壤取样计划的目的是识别地球化学异常区域 以便根据该系统的潜在规模 将未来的钻探计划集中在最有前景的区域 报告显示 土壤取样项目成功地确定了广泛的目异常足迹 这些目异常包裹着具有较高目含量的延芯 特别是在北部地区 在那里定义了一个面积约为600米乘400米的相干目异常 公司将进一步地勘探 向外移动到远端低中阴木和相关的探路者异常 这些低频异常区域可能反映了侵入顶较深的区域 其上腹的变质沉积岩 提供了更大的保留潜在矿化的前景 公司股价一年走势回顾如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